李荣浩吃瓜吃到自己 遭到学员深情告白 吓到眼睛睁大 2020年中国好声音如期播出 这个节目热度还是很高的 这一季的导师阵容还是很强大的 有谢霆锋、李宇春、李荣浩、李健 全新的阵容相信也会有不一样的看点 在一期节目中 有一位学员叫王天阳 在舞台上声称自己上节目就是为了追星 圆自己一个追星梦 向四位导师讲述自己热爱的偶像的事迹 和自己对他的崇拜与情缘 四位导师一直认真倾听 而李荣浩也在一旁吃瓜 随后李健问道 他喜欢的导师究竟是谁 没想到学员说是李荣浩 旁边李荣浩的顿时吓到眼睛都大了 因为他一直以为学员说的导师是李健 没想到是自己 大家都知道李荣浩眼睛是非常小的 震惊之下居然睁大了眼睛 也是非常搞笑了 李荣浩在音乐方面不仅造诣颇深 本人也十分幽默 他经常在自己的微薄发的都是一些很搞笑的东西 不仅给大家带来好音乐 也带来满满正能量 这样一个人值得大家去追求 谢谢你 我能震渡一下